一起,对 好的,来,可以再往这边来一点 来来来,往我这边,对 往右手边站一点,对对对 然后撕下我们一个人站一边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 我们将会一起在舞台上完成我们的节目 我将会倒数三声,好吗 我们一起拉开我们的幕布 准备好咯 三,二,一 此时此刻我们好像 置身于TFBOYS的演唱会的现场 来,我们有请站到我们的蜡像身边 一起和你留念 来,四位,我们站到蜡像身边就好了 找到自己的蜡像吗 对,对,远远可以靠前一点 OK,好的,位置OK 来,面对我们的镜头 一样的,我们也是先照顾一下中间的镜头 辛苦各位 来,照顾一下左边的镜头 好,最后我们右边的镜头照顾一下 辛苦了 好的,首先我们要谢谢CC 我们可以先稍事休息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舞台将会完全交给我们TFBOYS三位 来,可以跟自己的蜡像一起拍拍照片 互动一下 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来,我们尝试可以换一个pose 或者换一个方位 大家可以随意发挥 freestyle一下哦 好,最后我们一起看中间拍一张 好的,太棒了 来 好,最后三秒钟 美女朋友 三 二 一 好的,谢谢 谢谢 来,辛苦三位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将话筒拿上来 来,我们站到舞台中央 简单的采访一下啊 看到蜡像之后 对自己的蜡像还满意吗 来,小开心说 我觉得非常的具有舞台感 对 舞台感很强 很有动力 很有活力的感觉 我觉得非常的 喜欢 喜欢对吗 好的 圆圆呢 我也觉得挺满意的 就是没有想到蜡像能够做到神胎这么传神 非常好,非常棒 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另外的自己啊,对吗 来,千玺呢 我觉得很真实 然后仿真度挺高的 嗯 仿真度很高,对吗 好的 那我看到这个造型啊 也是蛮有设计感的哦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凯呢 是在弹吉他 然后我们原原是在弹钢琴 然后呢 我们的千玺呢 是一个舞蹈王子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设计 来,小凯 因为我们入住的是杜莎芬的音乐厅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四周年演唱会的那个一个造型 对 所以就是非常的有音乐感 音乐感很足 嗯,很棒 那圆圆呢 嗯,其实就是 嗯,对 这是我们四周年演唱会的造型 然后想给大家传递一下 我们在好好做音乐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们今年五周年演唱会 期待不一样的Tier Boys 诶,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千玺呢 嗯,就都是一个音乐的氛围 然后希望 我这个舞蹈 这个Pose也能把一些 就是我想表达的 舞蹈的 这种样子 然后尽量多的展现在大家面前 三个Pose都非常非常的帅气 那嗯,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今年是你们成团的五周年 然后这一路走来 我相信少不了那么多支持和关心 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 有什么话想跟粉丝们说的吗 来,小凯 嗯,就是 谢谢大家一起支持我们嘛 然后呢 我周年马上就要到了 所以大家一起来陪我们过五周年吧 嗯,好的 一定会的 圆圆呢 嗯,其实我是真的真心觉得非常感谢这些粉丝的 不管是从我们刚出道 嗯,就喜欢我们 还是后来觉得我们有魅力 然后开始喜欢上我们的 都非常感谢你们 然后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自己 然后我们一起往下走吧 好的,照顾好自己一起往下走 千禧呢,有什么话想说的 嗯,就是希望 首先先谢谢你们之前一直的陪伴 然后希望之后可以再继续努力 然后大家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好的,大家一起变成更好的人啊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都知道那五年呢 应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在下一个五周年到来之际 你们各自都会是怎么样的 分享一下你们自己的憧憬 年少爱做梦吗 嗯,下一个五周年就是二十 嗯,十周年了嘛 嗯,对 所以就是到了传说中的十年之约 十年之约 对对对,然后呢 嗯,下一个五年是 我感觉是二十四岁 嗯 还是挺年轻的啊 我觉得下一个五年后 我应该也是 呃,在做一件 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能也是为自己梦想拼搏的 一个阶段 还是在追梦 追梦少年 好的,圆圆呢 嗯,我觉得之后的日子 可能到下一个五年 嗯,我希望我们都更加勇敢 然后更加 呃,坚定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希望在下一个五年 变成 让现在自己看到 觉得是很骄傲的人 肯定的 我们也会为你们而骄傲 来,千禧 我觉得下一个五年 其实挺长的 然后 希望 各位 还有我自己 还有我们所有人 都能成为 自己想成为那样的人 好的,加油 一起努力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在 接下来日子里 我们的三位少年 能为我们带去 更多的精彩的作品 并且迎接更加广阔的舞台 以及释放更多的青春的正能量 那么在这里 我们要再次感谢 美派APP 对本次节目仪式的独家直播 让更多人来一起见证 TFBOYS